然后呢 这考上学之后 考试过了之后 去报到 有一天 就是第二天吧 住进宿舍的第二天 我在水房子里洗树的时候 我就听见有一个南高音在唱歌 就唱得非常好 谁呢 叫彭高平 孟老师的学生是吧 也是孟老师的学生 完了我就问他 我说师兄 我说您是谁的学生 他说我是孟灵老师的学生 我说你是大吉了 他说我是在文工系 他还不在音乐系 还不是音乐系 我说那你文工系唱这么好 我说你谁的学生 他说我是孟灵老师的学生 我一想考学的时候 那会儿您知道孟灵这两个字 知道吗 其实考学之前就知道 这么大的碗肯定知道 最关键的问题 我就笔个的时候 我就原来这个就是孟灵老师 对上号了 结果呢 遇见我这个师兄彭高平 他又说他是孟老师的学生 当天晚上我去他 宿舍 他说我给你听一番带子 听的就是王宏伟 当年出的一番带叫天地太极 还是盒带 我听完之后 我说哎呦 这我唱的是真好 我说这是你师兄 他说对这是我师兄 我说哎 我说你这样行不行 我说你能不能 带我去找着孟老师 我说我想跟他学 你这找门你 但是他没办法 你想他从农村来 是不认识啊 那我只能是拼 反正就是 透着脸皮去的 是的 是这样的 因为他当时像现在不一样 他当时肯定心里忐忑极了 我现在也是后着脸皮上 包括上你们节目也是 你也不让我上 我都给你打电话 让我上一次 孩子的房间可以什么都不挂 但是一定不能少了四张这样的地图 他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打开孩子看世界的双眼 他就是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 当然还少不了另外两张儿童知识地图 中国地图 加深孩子对国家各个地区风土人情和人文特征的了解 世界地图呢 让孩子足不出户就能看到非洲的金字塔 澳洲的袋数 南极洲的企鹅 超多的新奇事物 知识地图让孩子对世界的地理历史发展更深入的了解 这些都能增加孩子的知识面 孩子一眼就能记住 地理学好了 语文历史的成绩自然也都上来了